Hello大家好,我是Pyger 我今天又來到位於神奈村橫濱鳞站的地方 其實我之前在頻道也介紹過 一個位於是鳞鳞站附近的一個是OLED 這個叫做橫濱海濱三井OLED 本身這個OLED雖然相比其他 譬如預電牆的OLED知名度沒有那麼高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也挺好行 有興趣如果大家下次來到日本的話 都不妨來這裡逛一下也不錯 但我今天就不是去OLED的 其實我今天來這裡是要辦理日本的居留權申請 所謂的永住權申請 為什麼申請永住權是來這裡辦理 而不是去那個鄞村車站那邊辦理呢 我相信大家如果是住在日本的觀眾都知道 如果是要辦理那些申請的居留簽證 或者是在留卡更新的那些 都是去那個稟村那個是入國管理局申請的 那其實大家如果有去過都知道 其實每次去那個稟村車站那裡申請那個 在留卡更新的話 都是要大排長龍等整天的其實 但是原來如果你辦理永住權居留權申請的話 其實你不一定說要去那個稟村車站那裡申請的 原來你是可以去各自你居住那個縣市裡面的 如果它是有分局那些是入國管理局的分局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去那裡辦理就OK了原來 那因為這裡的鳥濱其實是圍處於海濱其實也挺大風的 那是啦還有其實我已經在日本是住了接近九年時間了 那你要申請那個永住權的話 唯一不是唯一是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要在日本是居住滿是 你住夠十年還有其中有五年是有工作是有繳稅 你是要有五年時間是要工作繳稅的 還有是要居住滿十年 那但是我其實是住滿九年而已 那所以我現時這個時間點其實是不可以申請的 那但是我和我老婆這個日本人結了婚 那和日本人結了婚的話其實是 你要和日本人結婚換三年 在日本又登記成為合法夫妻三年 還有是你有一年時間是居留在日本的話 那就可以申請的了其實 如果你達成了以上這個條件的話 你不需要住滿十年或者是工作滿五年 你都可以申請這個永住權的 那我知道香港有些Youtuber 他都是和日本人結了婚的 不過他居留在香港 那他的情況的話應該是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在日本 是在日本登記結婚成為合法夫妻 那即使他有在日本登記註冊也好 他也是要來到日本 是住滿一年和結婚三年 他才可以申請這個永住權的 那我今天要去的這個 這個廖賓站附近的這個是 入國管理局呢 其實他是在這個 廖賓這個outlet附近而已 那我身後其實都是outlet這個範圍的了其實 今天好猛太陽的 超級曬 那我今天要去的這個 位於廖賓站的入國管理局呢 其實如果你是住在這個 神內村縣的話 其實下次可以去那裡辦理一些 是居留簽證或者是各樣手續 都應該OK的 不知道再留卡更新 是不是可以在那裡申請呢 我就可能要查一查了 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去品川 還是可以去各自各縣市的這個分局裡辦理都可以 因為其實就是 去品川那邊的話呢 是肯定是會大排長龍的 因為 因為大部分外國人都是會住在東京的 那所以變相就是 你那些是 辦理的人也都會多了 那還有如果是辦理這個永住權的話呢 可能又不需要花那麼長時間 因為辦理永住權的人應該都不會很多 相比在這個 在留卡更新的話 那這個廖賓站的入國管理局呢 其實一出車站呢 走一大條直路就可能 就應該會到的了其實 那我第一次來其實都 今天 今天 今天好熱天氣真是 三十幾度外面 那說起這個永住權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種 可不可以叫做解脫呢 應該叫做解脫吧 因為其實如果我申請到這個永住權的話呢 就是意味著我是 不需要一定要在日本的任何一間公司做事 我不需要他們是 許可之下才可以申請到這個 居留簽證 那我就可以相對地是比較自由到大一些 在日本 那不過呢 聽說現在申請這個永住權呢 需要的時間好像都幾長 我現在申請的話呢 可能是要到年底 或者下一年的年初才可以有結果 是知道是申不申請到的 我不記得好像是永住權 和這個歸化日本籍的條件 是不是一樣呢 條件好像是一樣 不過是審查這個嚴格程度好像有不同 歸化的話可能是要經過很多輪面線 才可以歸化得到的應該是 那永住權的話 你只要達成一個條件 你就應該十拿九找 我不知道呢 我就沒有申請過 因為 還有我見很多人都是去找一些 是法律顧問代理 是要給錢人幫他搞 那我自己的情況就是 我自己是 上網找資料 再是 集齊 集齊他需要的文書那些東西 是自己去申請的 那不知道是自己申請 還有給錢人幫你搞 是 成功率是否會有不同呢 我就不知道了 那說起這個永住權 其實我之前也有些日本朋友都問我 其實如果我一直留在日本的話 我會不會考慮入籍這個日本國籍呢 那其實我應該不會考慮入籍日本的 首先就是 因為其實 我覺得 又沒有說吸引不吸引 又沒有 對 其實拿到永住權對我來說已經很足夠了 其實入籍日本好像沒有必要性 因為首先 假設我真的拿到日本國籍也好 其實 我日常生活裡面面對的日本人 他們都不會當我是日本國籍 所以 你只要是 滿足到他的 這個 入籍條件 還有你相信他們那套 價值觀 那套 自由主義 普世價值觀 那你就可以 是 自己是日本人 不是 自己是美國人 那 但是日本的話 好像 總之 有從隔膜 就算你在這裡生活多久也好 那 所以 我應該都不會考慮入籍日本的了 只要拿到一個 拿到一個居留權 我就覺得OK的了 還有我自己本身是沒有想著 放棄這個澳門 澳門人的身份 好了 出了車站 就走了大概是十幾二十分鐘 左右 就到了我身後的 這個是 神奈川縣的 這個入國管理局 那 因為裡面是不給拍攝的 那我就 在這裡 嗯 關一關機先 那進去搞 搞一些手續再出來 和大家 繼續 那原來呢 我剛才出車站的時候 不回意 原來它是有巴士可以直達這裡的 搭巴士的話 就不用走到 新水新汗了 哈哈 不過好像是我錯過了 剛剛出 出大樓的時候 錯過了一班 巴士 那 之後要等差不多二十分鐘才到 那所以我決定還是走回去算了 那 剛才就在這個辦公大樓 差不多搞了一個小時左右 那 但是 其實我今次 這個申請 這個自己去申請這個永主權 呢 是申請失敗的 那 那個職員跟我說 說我的資料 那些文件不夠 所以是 暫時是申請不到 他跟我說 那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其實為什麼會申請不到呢 那 都是那個問題 我想相信大家都應該會知道 就是 你無論是任何國家都好 你去打電話去問政府部門 那 永遠都是一個推一個 又或者是 每個人說的 那一套都不同 那 那 其實我準備這個申請永主權 已經是幾個月之前 已經開始準備了 那 我那時候就不斷打電話去這個 日本的東京那邊 品川那邊 這個 入國管理局 問他們的職員 我要申請這個永主權 到底應該要怎麼做呢 我已經跟他說 我已經是 留在日本 雖然是暫時未夠十年 但是我已經跟日本人 是結婚三年了 是 資格上 我是有資格申請的 那 但是他就跟我說 不斷跟我說 做一大堆很多 叫我 集齊這幾項資料 就OK的了 那 但是 那時候其實我 就發現到一個問題 就是 那個答我的職員 其實是一個中國 不是中國 不知道是不是中國人 總之是一個外國人 他 感覺上 他都不是很熟悉 有關方面的流程 那 我其實已經是 不斷地跟他說了幾次 你叫他 你叫你的日本人上司 出來跟我說 我不是說 用一個很高壓的態度跟他說 我只不過是想要 找一個更加熟悉這方面 操作資料的人 跟我說 好不好 我其實已經跟他說了很多次了 但是他 我每次打電話都好 他都找回一個 是 講日文不涵不淡的外國人 來 敷衍我 好像是 那 結果呢 我按照他的說法 就 我今天來了這個 這邊 辦這個永住權申請 但是 這邊的職員跟我說 他就說 我現在集齊所有的資料 其實是 不足夠 幫我 幫我現在這個身份 是辦理這個永住權的 因為我現在 集齊的資料 只是對應這個 是高度人才的人 才可以申請的 那因為首先是 不足夠的資料裡面 文件裡面 是包括是 你要有一個是 一年 過去一年的這個 繳稅證明 那 一年 一年繳稅證明的話 其實只是限於 高度人才才是一年 那我的身份 是普通這個 就 工作簽證 普通工作簽證的話 是正常是 用五年 五年的這個 繳稅證明 才可以是 辦理這個永住權的 那還有我已經說 我是跟 日本人結婚三年 但是他就跟我說 因為我的 在留卡的資格 暫時還是這個 就老 就是這個工作 工作資格 那所以我是 沒有辦法 是利用這個 跟日本人結婚的身份 來申請 如果我要用這個 跟日本人結婚 這個婚姻證明 婚姻在留資格 來申請的話呢 我首先要把我的 在留卡的 這個在留資格 由工作簽證 變成日本人 配偶簽證 才可以 再來申請 但是 我現在這個時間 如果把我的工作簽證 再換成婚姻簽證的話 那就要再等多三年 原來 好像是 我真的 被他們搞到頭都暈了 那即是辦這些 永住權的事情 可能真的被千人去搞 和你自己申請 真的差很遠 那 那給錢人去搞的話 可能一次要 好像是 十萬日元 左右 我看 好像是上網 看資料 那有些地方 申請不成功的話 還會退款 好像是 那但是十萬日圓 就 是不是相對 都幾貴 其實 那我今天就 事隔了兩個月之後 那我今天就 再次按照上次的職業 跟我說 差點什麼文件 那我就這兩個月 就去回我之前 住過的地方的一些市役所 裡辦理我曾經的一些 繳稅的證明 再看看看看有沒有一些 是未繳的稅 就交回齊數 就拿回一張文件 就 和很多其他納納納納納的文件 存在一起之後 今天是 9月27後 相隔兩個月之後 再回來這裡 這個位於橫濱的 一個入國管理局 辦理這個 永住權 但是今天 其實是比較順利 不過 職員都是跟我說 是還欠一份文件 那欠什麼文件呢 就是欠我 老婆 上一年 她的繳稅證明 不過這次比較幸運 她說可以是下次 找一張資料回來 再郵送 郵寄就可以 不用再來一次 那 今天她就是 接收了我 提出的所有資料 幫我申請那個永住權 都叫做比較 幸運 搞了差不多 兩個多月 差不多 我對上一次是7月底 今天是9月27號 搞了兩個多月 兩個月左右 搞了這麼久 不過 今天她正式幫我辦理 但是聽她說 要等個結果 起碼要等四個月到半年 相差都很大 等四個月到一年 等四個月到一年 我大概計她是等半年以上左右 慢慢等 也有段時間 有什麼最新消息 再跟大家在這裡報告 今天 不是 這條片就先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對 申請永住權 又或者申請一些 各樣在日本生活的一些手續 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歡迎留言 給我聽 我盡量解答大家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